2023年3月17日,光之银河联邦,真正走进内在,传导Blasm Good Child,一者,扬声传导。 你们好,坐下来和我取得联系,真是太好了。这是多么好的一次航行啊。而且,我觉得我们甚至还没有松开刹车。 欢迎光临,Blasm,欢迎来到这趟旅程,这是同一烈火车的不同车厢。 太好了,没错。这是对自我的一次重大觉醒,让自己明白,别人对你们或自己的行为只是他们所处的位置。 放下一链,简单地传递爱,在旅途中到达某些站点感觉很好。 最亲爱的旅行者们,前方还有许多目的地,从A到B,从C到D等等,有这么多段落。 每一段都带来了对灵魂内部神圣之光的进一步理解。 每个站都有时间休息,有不同的视角,恢复平衡。 还有一杯茶和一片面包。 如果这是提供的服务,每家咖啡馆都推出了一系列好东西。 它又来了,我能感觉到能量,我多么幸福啊。 各种各样的选择,将在下一段旅程中维持灵魂。 那列火车往往没有按预期到达,然而,永远,永远,总是,给予信任,时间,把信任交给你们的神圣觉知,简单地充分利用你们的新环境,直到下一列火车需要你们跳上位置,相信你们自己,相信你们的了解。 事实上,这很好地引出了一个问题,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感到困惑,有时甚至让我自己感到困惑。 我们之前已经谈到过这一点,你们能详细说明吗? 这是关于在更深层次上语,自我接触。 你们说走近内在,如果可以的话,可以说说吗? 当然可以,都awesome。 那么这个内在在哪里呢? 啊,我就是这么问的。我在这里寻找,我在那里寻找,我到处寻找的内在。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找不到它,因为你们到处都在找,内在,最亲爱的blossom,最亲爱的灵魂们,它无处可寻。 就像它无处不在一样。 完全正确。 那么,为什么要说内在呢? 因为它就在你们的内在,所以,你们可能会说你们在寻找你们自己。 然而,你们,真正的你们,是爱。 所以,一个人所需要做的就是,无处不在。 在当下,因为没有别的,没有什么比现在更重要的了。 所以,当你们进入你们的内心,当你们到达爱对你们,当你们允许其他一切都消失,每一个想法,每一段记忆,绝对的一切都消失了。 除了呼吸,你们进入了你们的内心。 很难把这些想法去除,只做自己。 blossom,你们选择做什么就做什么,任何事情都和你们选择做得一样难或一样容易。 所以,你们可能会说,在此刻,我选择静默我的思想,让一切安静下来。 每当你们意识到一个想法的时候,回去听你们的呼吸声。 你们听说过你们的呼吸声有多美妙吗? 气静的声音,除了你们的呼吸外什么都没有。 如果你们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这个声音,那么所有的想法都可以休息一下。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,我们给你们咒语。 第主要原因之一是帮助你们进入内在。 当你们说出来的时候,当你们完全专注于它的时候,当你们把注意力放在它的感受上的时候, 将没有思想进入的空间。 这些话,我是光,我就是爱,我是事实,我是,它们把你们的认知,带回家。 哇,我的心跳了起来,太深奥了。 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喧嚣和来来往往中重新启动你们的认知,它会让你们,立刻安定下来。 当然,你们是绝对正确的。 当你们指示,你们正在走向内在,当你们闻到一朵花的味道时,你们会进入内在。 当你们提供善意时,你们是在内心,当你们居住在最高秩序之爱中时, 你们生活在一个不断的内在配置中。 最亲爱的灵魂们,在你们这次来到这个星球之前, 你们被一种与你们现在所经历的非常不同的震动所包围。 在你们来之前,没有密度,没有恐惧,没有不确定性。 因此,你们非常渴望来到地球,成为其中的一部分, 在这场不可思议的转变中发挥作用。 现在,你们在这里,在它里面。 是的,的确如此。 有时,我们会想起我们为什么来,并感到异常强大。 有时我们会记得,但却感到软弱和沮丧。 然而,内心的了解,知晓你们之所是,知晓那就是你们,就是爱, 爱永远不会离开,它会绽放,因为它是,这就是一切, 它无处可去,它无处不在。 我们理解这一点。 嗯,我们大多数人,有些人似乎还没有拿出行李箱, 甚至还没有想过收拾行李上火车。 也许他们会赶上快车? 我希望如此。 我收到了一封非常长的电子邮件,里面充满了针对我们的咒骂。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再新增任何东西使情况变得更糟。 它没有伤害我,就像鸭子背上的水。 然而,我对那个灵魂感同身受。 在这样一个地方,你们需要为什么都没有发声而猛烈抨击和指责你们。 把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情都归咎于你们,而你们只是做事不管。 我同情它,因为这一定是一个可怕的地方,居住在它的存在之中。 再一次,blossom,爱就是爱,爱就是在不同的频率内振动,这取决于态度的选择和改变的选择。 然而,也许不是它的错,它在自己的内在。 当你们说不是它的错时,我们会说,这将是它的选择。 在一个非常深刻的层面上,对每个灵魂来说,主计划,神圣计划,在为什么的问题上是不透明的。 然而,最亲爱的灵魂们,总计划的核心只有一个人的幸福。 当你们环顾你们的星球时,这似乎很难被一些人接受。 的确,然而,在更高层次的理解上,我明白这一点。 随着这个计划的展开,正如所示的管道,当你们走进一个更光明的明天,你们会在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灵魂空间中感受到你们对什么的认知。 你们,是的,你们每一个人,都不会不能,后悔你们的一个举动,一个行动成就了你们。 记住,未来是光明的,你们每个人来到地球都是为了确保这一点。 光之剑飞向天空和所有的人们,非常感谢。 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感激之情都是最高的振动,在你们的世界里有一句话我们支持你们,这种意图从未离开过我们。 知道这件事这得太好,很欣慰,快乐的日子,心怀感激,在爱的服务中,我是。